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在节目的一开始,要先很感谢对我留下五星评论的朋友们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会留一点点的时间来回答里面的一些问题 好,那我们先回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要跟你介绍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极度专注力》 这本书里面它总共介绍了六个技巧 那这些技巧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战胜自己的分心 也可以让我们自己提高注意力还有创造力 我认为这本书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说 它把这一个刻意管理注意力的这件事情很详细地讲出来 然后也很具心迷意地去跟你说为什么要去管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以及要如何做 好,那么这本书它在谈什么东西呢 它的作者叫做克里斯贝利 它本身就有在经营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是专门在帮人们提升生产力啊 提高工作效率,提高生活品质的这个网站 那在这个网站里面呢 它本身就有在收集一些关于生产力的这些诀窍 然后在这本书之前其实它还有出过另外一本畅销书 它把自己的实验的经验写成一本畅销书叫做最有生产力的一年 那么这本书其实最近也刚重新出版了 我也很有兴趣 下一本我也会想要找这本来看 OK,那回到极度专注力这本书里面 作者呢,他其实是用了一个 我觉得是他汇整了各方的研究 各方的文献书籍 他把这一些研究里面关于生产力和注意力的事情 浓缩之后呢 写在这本书里面跟我们做介绍 那么他把这一些理论呢 跟他实验的这些心得 他总共把它分成了两种注意力的模式 第一种呢,他会称为说这个叫做极度专注力 英文叫做hyperfocus 就是超级专心 这是一种状态 那么第二种专注力 他把它称作于分散注意力 英文叫做scatterfocus 这种是比较分散的注意力 有点像是你在随心所欲或散步的时候 那样子的分散注意力 那么这种超级注意力呢 跟分散注意力其实就会有两个不同的效果 而且不同的情境下可以使用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就稍微跟你介绍一下 这两个模式分别在说什么 那这两个模式里面也个别包含了三个技巧 所以就是今天总共会跟你介绍六个技巧 在介绍之前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珍惜注意力这件事很重要呢 我们从一个问题去思考 你认为金钱和注意力两个相比较 哪一个比较珍贵 钱还有注意力 如果你没有答案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自己像花钱的习惯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可能都花钱的习惯都是比较斤斤计较 而且很谨慎 你买东西可能都会货比三家 然后你上餐厅前你还会去查评价 然后还会计较 哇有没有一些折扣优惠啊 不小心你如果多花了一些钱 你还会很心疼 但是你想了另外一个 你对于注意力的使用 有这么小心吗 有这么谨慎吗 反而你是不是有点 就是变成无时无刻 可能拿起手机就在滑 然后整个晚上就看着社群媒体 或者是开始看电视追剧 也就是说 在钱跟注意力这两个东西相比上面 我们有时候在使用自己的注意力 其实就是很任意的挥霍 其实很少去自我察觉说 你到底怎么样去使用自己的注意力 一天里面 你到底哪一些时间 让自己真正专心在做哪些事情 所以在我自己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啊 我心里就对作者他说过的这句话 有很强的共鸣 作者他就说 如果一个人 他最珍贵的资源是什么呢 并不是他拥有多少的钱财 还有时间可以去花费 而是他把注意力用在哪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呢 我来介绍一下两种主要的生产力模式 第一种叫做极度专注力 在极度专注力这个模式里面呢 作者就是说 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要避免外界所有的杂讯的干扰 然后你不要让这些外界的这个杂讯的干扰 去强夺了你的注意力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是超级专心的状态 那么很多人都听过说 这个状态有些人把它叫做心流 当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有点心无旁骛 就是全力以赴的时候呢 这时候好像你其他的一切事情 都不重要的时候 这个状态就被称作心流 然后呢这个论点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了 就是说你要就是专心 专心再专心嘛 但是呢你去实际想到你的生活面上面 该怎么做呢 怎么样才是要做真正的专心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好像比较简单啦 但是做起来其实不简单 就我举个例子嘛 像我们之前我自己啦 常常就是用网络啊 然后像用手机用电脑 那会逛社群媒体 然后也会看一些娱乐新闻跟电影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你很容易就分心了 就是像我有时候 之前我如果要写作的时候 或者说我要读书的时候 我如果开着电脑 或是我开着网页 开始在逛 然后即使我要做 想要做事情了 但是你还是很容易就 被那些网页拉走 你的心思就被拉走 因为他可能还是会跳一些通知嘛 或者还是会跳一些 你收到讯息了 收到信了 那你很容易就让自己 无时无刻的分心 像这本书里面 作者他就根据这些研究 举出一些很吓人的数据 他指出说 像我们平常在工作的时候啊 我们每个人平均哦 就是每一天 在电脑软体之间的切换 是566次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平均 查看电子邮件的次数 就是88次 每一天 然后你每一天 这样子持续的这个 被这些状态分心的时候呢 你就很容易 就是没办法专注 在做某一件事情 你很难专心下来 因为像刚刚那个数据 讲起来的话 你平均每40秒 你就会切换一次任务 就可能切换一次视窗 然后根据那个作者 他看这些心理学的统计 就是说 像这些任务 完全被中断的时候呢 你的心理状态 大概要花20分钟 才能完全回到之前的状态 就是举个例子 像假设我现在在 可能在写作嘛 然后我用电脑写作 写写写写写写 然后这时候可能 跳一个电子邮件出来 我开始在看那个电子邮件 读完之后呢 还在回想电子邮件的内容 那当这时候我要回来 再回到我之前 很专心写作的状态 要把那些灵感找回来 要花 平均可能要花20分钟 你才能回到之前的状态 所以当你一天之中 你一直被这些东西 频繁的切断啊 频繁的这个干扰 你几乎是很难 有所谓的专注时间了 所以作者他就认为说 分心对我们 在工作还有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杀伤力是很大的 他认为分心这件事情的 杀伤力超级大 远大于一些 任何的一些生产力的诀窍 所以底下我就会讲 他在这个模式 专注力 极度专注力的模式底下呢 他有三个诀窍 可以让你去排除这些分心 去让你可以重新回到 就是你可以掌管你的注意力 这样子 首先我们讲一下 第一个诀窍 他说你要先把这些 分心的因素去排除掉 举个例子 像是作者也有讲到嘛 网际网路啊 跟那个智慧型手机 是现代人最大的分心员 你凭你自己的意志力 你是根本不太可能去 直接戒断这个坏习惯的 所以 因为 因为你去这样想嘛 这些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非常让你容易取得 让你很容易可以滑手机 而且它有很多的奖励的因素 你滑了之后 你会看到 朋友给你按赞 然后给你通知 然后给你留言什么的 这些奖励 这刺激的元素 让你一直想要用这个东西 所以你很本能的 就会想去一直点击 然后你被吸引 所以久而久之 就会累积成坏习惯了 所以呢 作者他很真心的建议 就是说 在所谓的 你要在极度专注的 这段时间里面 你几乎是要保证说 你可能要切断网路 甚至你要限制一些 你自己可以登进去的网站 你用这个方式 才可以让自己 真的免于这些刺激的干扰 然后像我自己做的做法啦 我自己的话 像我的手机是把 APP的通知 我把它取消 然后我也把手机的铃声取消 只留下 那个电话的铃声 我也把 那个手机上的社群媒体 还有影音软体都删掉 我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 像作者他也很建议说 你可以找到一个 比较不要被打扰的地方 然后你 就是有些人 他会喜欢在那种 开放式办公环境 跟大家聊天嘛 但是 以作者的建议来说 如果你要能够 专心的做事情 最好还是找一些 可以独处的地方 这样对自己的工作效率 其实是会比较好的 那么我自己 刚刚讲过 我自己的手机 是这样处理嘛 那像我自己的电脑的话 也是一样 我的电脑 我也是会在我的 那个浏览器上面 我会装 那个一些程式是 可以限制自己 用一些 社群媒体的 限制时间 像我自己就限制 大部分都是限制 晚上 10点之后 10点到11点 这段期间 才可以用 网页 跟那个 社群媒体这一块 其他的时候 我就是把这些 禁止掉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发现 就是我自己 最容易专心的时间 其实就是 每天早上 我起床之后的 黄金的90分钟啦 就在上一次的节目 我有分享过 就是起床之后的 黄金一小时 这段时间 我可以非常的专心 我把网路断掉 我也不看讯息 在这时候 我就很专心的写作 还有阅读 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参考一下 前一集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就讲 第二个专心的诀窍 这个学窍就叫做 批次作业 批次作业 它指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假设你在收Email 你最好是 在某一个时段 可能这五分钟 十分钟 专心的收Email 把它收完 处理完 然后在下一个时段 你就专心的 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吧 同质性的事情 就是放到同一个时段 去做啦 不要一直来回的切换 这样子的话 会让你很容易分心啦 因为作者 他就提到一个名词 叫做注意力残留 这个指的就是说 你从一个任务 切换到另外一个任务的时候 你的注意力会残留在 上一个任务的片段里面 你会一直留恋着 上一个片段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很难去专心 下一个任务这样子 所以要避免这个 注意力残留的 这种方法 就是说你把很同质性高的东西 留到同一个时段 去批次处理 所以你可以想 假设说我刚刚讲的 电子邮件嘛 你就可以安排 可能是早上 中午 下午 各收一次电子邮件 如果你需要比较频繁的 你可能就每两个小时 收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每一分钟 无时无刻都在刷电子邮件 你那样刷 绝对是没有效率的 你这样切换来切换去 总是留恋着 就是说要刷电子邮件 很容易被打断思考 然后你也很难专心 OK 所以我就建议你可以把 比较完整的时段 就是留给很重要的任务 或者是有意义的一些会议 那如果那个时段 你是要拿来做杂事的话 你也把它一起做 像是你 假设说你要寄给客户 一次要寄可能十封信的话 你就在那个时段 把那十封信 一次就把它处理完 不要说把这十封信 然后拆到一整天里面 有空就做 有空就做 那你这样频繁的切换 其实效率反而会变得很差 再来我们讲一下第三个诀窍 就是你要在这个专心的时间内 为你要做的任务 去设定一个时限 也就是给一些截止的日期 跟时间这样子 因为作者他讲到大脑 有一个很有趣的机制 如果你在执行的这个任务 是没有急迫性的时候 大脑他就会开始胡思乱想 就是会乱想说 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吗 还有多的时间 还有别的做法吗 所以当你 即使把你这个任务完成了 大脑还是很难接案 他还是会在那边胡思乱想 所以当你要设定 这个时限的这个目的 就是要让大脑 不要再去胡思乱想 让他专注地在执行 然后有时候你甚至 要试着把时限 把它缩短一点 有时候会获得 比较特别的效果 因为你会开始有压力 说我要快点把它做完 我要快点把它做完 然后你去阻止 大脑去胡思乱想 又想一些其他的旁门左道 这样子 让他专心地在把时间内 把任务做完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这个做法 其实有点像那个 我们之前学生的时候 不是考试 大家都会有 临时抱佛脚的经验吗 在那种最后关头的时候 你就是火力全开吗 一定要把它做完 一定要把它读完就对了 或者是老板要教你交报告 你只剩下最后一小时了 你一定是使出全力 就是要把它做出来吗 所以给自己时间限制的 效果是这样 然后我还想要想一点是说 你千万不要把那种任务 就是都没有给它时间限制 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没有给自己 截止时间 那么很大的可能就是 这件事情对你 是不是一点重要 心都没有 然后甚至你应该是 不会把它好好地做完 因为你会知道说 反正它没有时间限制 我就放着 等一下再弄 等一下再弄 那等一下通常都是永远 就是不会去弄了 好 谈到这边的话 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三种 就是让你可以 极度专注的这种模式 接下来我要谈的这个叫做 比较偏向于创造力的模式 作者把它叫做分散注意力 OK 比起上面那一个 极度专注力不太一样 上面是讲说提高你的生产力 让你在有限的时间内 做出最多的成果 但是我们不可能一整天 都处于这种状态 所以作者他在后面就提到说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模式 叫做分散注意力 这个模式呢 可以让你比较能够放松脑袋 去规划比较长远的未来 让你养精蓄锐 然后去开始联想 想出新的想法 这个时候就是你最有创造力的时候 像是我们自己脑袋里面的思考 你可以这样想 就很像你在一个很广大的天空里面 那你的思考呢 就很像那个天空里面 很多的星星 一点一点的散步在这个星空里面 那当你要去取用你的这些思考 取用你的这些记忆的时候 就很像你去把这些星星 彼此串联起来 然后呢 哪一些记忆会互相串联 其实你是没办法刻意去控制的 有时候你就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 很随机啦 所以当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想法 常常就是在这个时候去发生 就是当你放松脑袋 像是洗澡的时候 散步的时候 你就很有一些灵感突然跑出来 就是在这个时候 所以这个分散注意力呢 它很关键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 当你在执行这个任务 它是比较没有压力 而且轻松的任务的时候 它最容易发生 通常就是说 当你一天当中 你的精力可能最弱的时候啊 最放松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分散注意力 最好出现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什么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个状况 大部分啦 就是下班的时候嘛 或者是你可能中午吃完午饭的时候嘛 这个时候就是 最容易出现这种 放松放空的状态 那你如果把这个时候 拿来开始滑手机追剧 或者是 开始就是 无限制的休闲娱乐的话 其实你可能就已经错过了 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时间 作者接下来会讲 三个小诀窍 可以让你掌握这些时间 去做一些更有创造力的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你要先清除 你脑里面的杂念 作者他就是说 你要发挥这个分散注意力 最好的效果就是要先 把脑中这些杂念清除 把这个空间呢 腾出来 让这些自由的创意去发挥 他用一个很有名的书 叫做搞定 这本书 它里面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大脑其实是用来产生想法的 而不是用来保存想法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像你如果脑袋里面 有很多的代办事项 或者是一些杂物啊 杂项 这些短期记忆 你其实是可以用 写下来的方式 把它们清空的 像我自己而言 我自己有在做 那个子弹笔记 就是有点像日记的这个方式 我会喜欢把这一些事情 就是我要做的 就是任务 那天要做的一些代办事项 我把它写在笔记上 写下来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脑袋就很容易 就把这些事情 有点像放下来了 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把它写 在某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上 你不会忘记了 所以你反而 你写下来的时候呢 你心里面那颗石头 就可能会忘 就是会放松了 就是你可能 不会再一直去留恋它 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 这些东西 你用那些电子工具啊 甚至是电子邮件去记录 不好吗 那我这样子 我会比较认同作者他说的 他认为说像电子邮件 是最不适合用来放代办清单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电子邮件嘛 它令人分心 而且会让你无所适从 而且它会不断冒出新的邮件 让你很难分得清楚 哪一些任务是重要的 哪些任务是不重要的 所以他不太建议 你把很多事情 全部用电子邮件来处理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些 简单的任务 但是在做这些 简单的任务的时候 你如果有任何的想法灵感 就把它捕捉下来 举个例子就像是说 你可以去做一些 简单重复的事情 像是说洗碗盘啊 然后晒衣服啊 散步啊 洗澡 这时候你都会脑袋开始不完分 就是开始很自由的联想 因为这时候你很放松 你可以开始自由的联想 可是呢 作者就会说 在这个时候 你的创意想法 你就尽可能的 用一些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像有些人 他喜欢用录音的方式 把它录下来 那像我自己是喜欢 我手边都有笔记本 所以我喜欢把这些想法 就直接用手写的方式 写下来 那么利用 分散注意力最有名的 应该就是阿基米德了 他在泡澡的时候 就发现了福利原理 然后像另外还有就是 牛顿嘛 他在被苹果砸到的时候 说那时候 这时候他想到了万有引力 那时候在睡觉嘛 还有就是物理学家费曼 他很喜欢就是在酒吧 放空的时候啊 喝酒的时候 他就把灵感写在餐巾纸上面 这也是他很有名的一个事迹 所以当你在做这些 简单多工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问自己一些 天马行空的问题啦 可能有一些灵感 这时候就会跑出来 如果你喜欢 就是用文字的方式记录 我也建议你就是 除了把它写 写在纸本上面 我自己的话 还会用一个叫做 自由书写术的方式 我会很自由的在 早上的时间 或者我放松的时间 我就开启我的记事本 开始在电脑上打字 很自由的把这些 任何的想法 就直接打在电脑上面 就是五拘五束的啦 你不用想这个 要发表给谁看 就是问自己问题 自己回答这样子 那我有一些 蛮有意识的点子 都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有一点 去无存经的概念啊 你就是 你要写很多之后 你可以找到 有用的东西这样子 最后一个就是 第六个小诀窍 就是睡前 去设定目标 这个跟蛮多人的想法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像作者 他就建议说 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呢 你去设定隔天的目标 有时候你甚至像我自己 我是设定隔天的三个目标 隔天要做三件事情 那作者称 这一个方法叫做 睡前一定要去 召唤潜意识 我其实蛮同意的 像我自己的话 我是会在睡前的时候 用子弹笔记 去写下明天 要做的什么事情 我把它写完之后 我就可以很开心的入睡 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把那些事情规划好 明天早上起来 我再好好去做它 所以我就可以很放心的睡觉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在睡觉的时候呢 我们人类啊 就是会进入一个叫做 快速动眼期的一个睡眠时段 然后这时候 你的身体肌肉 其实是很放松的 然后你的 这些睡前的这个问题 就会在你睡眠的时候 潜意识里面 继续去思考 其实你可能 你可能已经睡早了 但是你的潜意识 其实是还在活动的 这是蛮多的 科学都有研究 都有证明这件事情 所以 这个诀窍 其实可能适用于某些人 但是有些人可能 已经有点失眠的困扰了 那你如果觉得 这个诀窍不太适合你的话 你可以不要用 没关系 不然你等一下 想了明天要做什么 结果整个晚上睡不着 这样好像也不是办法 所以这个可能 有点因人而异 OK 那么在 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 我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分心 跟专注的这两个 这个两个问题里面 让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说 作者他在书里面说到 他自己身为生产力专家 你可能会觉得 他很拥有这种 很超凡的自制力 可是他说他并没有 他只是比较擅长去 提前管控自己的冲动而已 所以你看他其实也蛮诚实的 像他自己也在书里面 就是幽默很多次 就是说他什么地方没做好 他什么地方又分心了 什么地方又没办法管好自己 什么的 但是他总是会知道说 什么时候该把自己 抓回来这个轨道上面 什么时候该把自己 再抓回专注的 这个轨道里面 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 在现在的这个时代 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去 单纯的消化别人 创造出来的时间事情 然后你可能太少了 把这些注意力留给自己 可能你少留给自己去阅读 去创作 去思考之后 消化 吸收之后 再产出 再跟别人表达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一句话 叫做 注意力其实非常的宝贵 所以你要非常自私的 只留给自己使用 不要太过度的去 接受外界的刺激 就是外面看到什么 娱乐新闻 看到什么讯息 就一窝风的跑去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会很少时间 留给自己 好好的去 看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 想想说 你自己是 每一天都把注意力 花在什么地方呢 你每一天自己刻意 去做事情的时间 有多少 你全省贯注的时间 有多少 然后你在大脑 放空的时候 你多久才会发现自己 原来我现在是 放空状态了 原来我现在累了 或我现在在休息 你什么时候会发现 这样子的状态 然后你什么时候 又发现自己 已经开始沉溺于 这一些 那个过度刺激的娱乐啊 或者是过度刺激的 影片啊 音乐什么的 你什么时候会注意到 自己的这个 注意力状态 这本书就是在教我们 做这些事情 除了告诉你 这一些诀窍之外 也让你知道说 你需要随时去观察 自己使用注意力的 这个状态 所以我最后就给你一句 作者他讲的 很好的一句话 就是说 生产力不是做得更多啦 而是带着意图呢 刻意的去做正确的事情 就是这样而已 好 所以这本书就是教我们 把工作和生活 变得不要这么刺激啦 因为你越不接受 这些刺激 你的思考 才会越深入 好 过度的刺激 反而会让你开始分心 好 开始没办法 专注的思考 所以要记得随时观察 自己的注意力 飘去哪里了 专注在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差不多要进到尾声 我留一点点时间 来回答一下 Apple Podcast里面 有读者会问我一些问题 还有他们的留言 第一篇的话 这个读者名称叫做 酒师爱耍废 这个名字有点中二 不过他的留言还不错 他说 很有内容 言之有误 虽然也喜欢看书评 可是自己要去读书 就觉得没有什么动力 很难自己读书 不知道要怎么样 才有动力 能一直阅读呢 我这边的回答是说 我认为啦 你要找一个 你眼前自己 最有 最有兴趣 或最有问题的一个 东西去读啦 我举个例子 像是 你如果想要学习 怎么样专心 你就读这本嘛 极度专注力 你如果想要学习 什么时间管理的技巧 你就去找相关的书嘛 你如果现在是想要学习 简报的技巧 你也可以去找相关的书 重点就在于说 你要找一些 跟自己是比较 切身相关的东西啦 这个主题 你不要找那种主题 是别人觉得很夯啊 或别人觉得很热门的主题 然后一窝蜂的在读 然后你可能觉得 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你又强迫自己去读 好像也怪怪的 所以你如果一开始 是比较算初学者的 这个读者的话 你可以找一些 自己有兴趣的 解决自己眼前问题的 这个主题去读 那你如果有问题 例如说你对读 哪一个方面的书籍 可能想要听我的建议 你也可以在 那个留言里面 你可以留评价之后 你也可以留言问我 或者是我也有留下 我的信箱 你可以直接写信问我 我除了小说之外 大部分其他书籍都看啦 所以除了小说之外的 其实我应该 都有一些答案可以给你 然后像在另外 两个留言是 叫做贵友 他们讲自己是贵友 就是我们有一个line群啦 就是叫做 我的书柜爆炸了 这个line群里面有500个人 然后有两团 所以总共1000个 很爱读书的人 在这个line群里面 那大家随时都会分享一些 自己阅读的心得 然后分享完阅读的心得 其实大家都会就是互相交流啦 那在这个line群里面 最大的缺点就是 你的书单永远都是爆炸的啦 你永远看不完的那些书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读者 他叫做哀婆 这个怎么念 哀婆是不是 然后他说 他叫贵友朝圣 意外瓦记的声音这么青春 先订阅了电子报 阅读前哨站 再追下一本读什么 感谢前辈帮我们读好书 再分享 我的声音青春 应该是又气吧 还是怎样 我不知道怎样叫做青春 然后第二个是说 书柜爆炸的书友 说声嗨 声音很疑人 轻轻说的心得 觉得蛮耐听的 包含内容还有声音 好谢谢你们 然后这两位是书柜的朋友 好谢谢 然后还有一篇留言 蛮有趣的 他名字叫做悠友 然后他说 很棒的说书人 没有时间看书的时候 用听的方式 听说书很方便 条理清晰 容易理解 不过他留言是留三颗心 我是有点不太理解 就是这个听起来 应该是好评吧 不过是留三颗心 如果是悠友你有听到的话 我记得那个评论 好像是可以调整 可以修改的 如果你有听到是好评的话 看是不是要调一下五星 我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啦 不太理解 不过没关系 好那我就回答到这边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在留言 或评论那边 就是留下你要问我的问题 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分享的东西 对你也有帮助的话 欢迎追踪下一本读什么 也可以到iTune 或者是Apple Podcast上面 帮我留下五星评论 推荐给其他有需要的读者 我每个礼拜也会在 阅读前哨站的部落格 还有FB粉专上面 分享一篇文字版的读书心得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去追踪 还有订阅我的电子报 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好的 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